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今天过来修一台美迪的3P空调 这个空调用户说,炙热效果不好 打开空调,检查完以后啊,发现空调出风口的温度特别高 但是风量特别小,就能吹一米左右 而且风机的钻速没问题 锅磷碗特别脏,拿掉锅磷碗以后风速还是特别小,并没有改善 这说明啊,由于用户长时间没有清洗 灰已经到实力机的蒸发器里边去了 所以蒸发器脏毒,吹不出来风 造成炙热效果不好,循环不过来 这种情况维修起来也是特别简单 首先要把实力机的外壳拆开 然后把电斧热管全部拆掉 拆完以后蒸发器片就全部露出来了 首先咱们在蒸发器片上,喷一些清洗剂 这样清洗的话会比较容易一些 清洗剂喷完以后,把它放置几分钟左右 让清洗剂充分溶解一下 然后咱们用这个高温蒸汽清洗剂 把它插上电,接上水 打开开罐以后,就有高温蒸汽喷出来了 因为提前已经喷上清洗剂了 所以现在灰,拿蒸汽机一刺就下来了 特别方便 这样拿清洗剂一排一排的 全部刺一遍,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个蒸发器片并不厚 拿蒸汽机以下就穿透了 所以用这种蒸汽机清洗空调的话还是特别好用的 现在清洗的差不多了 咱们把蒸汽机关闭 蒸发器片,清洗完以后,看着特别光亮 这样出风的话,阻力就特别小了 风量也会变大 清洗完以后,咱们现在把外壳重新装上 打开空调以后,可以用手感觉一下风量 离得很远,就可以感觉到风吹过来了 这样风量变大 空调的热量全部就可以吹出来 整个房间升温就特别快了 其实空调的蒸发器,脏堵啊 很多原因就是过滤网没有及时清理 这种情况,一般在公共场合用的空调 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多 本来就是天天用,吸灰量比较大 所以一定要定期清洗 最好一个月清洗一次 现在空调就全部维修完毕 其实空调并没有坏 就是里边太脏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关注转发,咱们下期再见